針對國會改革法案 民進黨打算由四個機關 分別來申請釋憲 包含了總統、行政院、立法委員連署 以及監察院 那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的教授楊智杰 他就表示了全世界有覆益制度的國家 不曾有過提出覆益失敗之後 再去申請釋憲 全世界沒有這種先例 民進黨反國會改革法 民進黨兵分四路 瘋狂提釋憲還有暫時處分 探開大法官名單 總共十五人全部都是蔡英文提名 一片綠油油 釋憲前總統賴清德 嗆在野黨不要貿然行事 甚至直接在副意志文寫上違憲 難道是隔空指導大法官 早有把握讓釋憲過關 他直接下指導級的大法官 還嗆在野黨不要貿然行動 我就是兇 我就是壞 今天主人都喊話啦 不然國民黨已經要開始查 超私雞蛋了 你今天如果大法官 你不趕快把這個門堵起來 今天國民黨就鑽進去了 你今天去查超私 超私能看嗎 民進黨執政任內 事先幾乎全雷打 成功率百分百 高度爭議的軍公教年改案判核線 可以溯及既往追殺 國民黨的黨產案也說核線 連萊豬案正願哀哄侵害地方自治 不准地方政府拒絕萊豬 大法官也說核線 賴清德就是仗著說 15個大法官都是我愛人啊 民進黨所有的四線案 要過他們都全部是過啦 幾乎照單全收 換言之 就是一個綠色的大法官嘛 你不要把自己坐建成綠色 看門狗啊 只要七個大法官 四線案就能成案 其中四人就可以裁定 是否違憲 難道真的只要四個綠友有親信 就可以推翻表決上百次的 國會改革案 國會要官員別說謊 引發了討論 那當時在政見會的時候 他承諾要信託 但是選後完全沒有下文 備受質疑 針對日前國會改革修法 賴清德在二十四號提出 釋憲再度引發了政治背信 等等的爭議 水中槍科醫師蘇一峰 他就特別去挖出賴清德 在政見會的畫面 我們一起來看 利用這個時間澄清一下 剛剛侯市長說 我不願意到立法院接受 這個立法院的這個國情諮詢 這是錯的 這個是假訊息 因為根據 不管是根據憲法 或是根據立法院職權刑事法 總統都有義務 應立法院的要求 到國會去進行國情報告 接受立法委員的國情諮詢 但是並不是規定 一對一的諮詢 直接賴清德親口說出了 不管根據憲法 或者是立法院職權刑事法 總統都有義務 應立法院的要求 到國會去進行國情報告 接受立法委員的國情諮詢 他也強調侯友宜說 他不願意接受國情諮詢 是個假訊息 那蘇一峰在臉書 就PO出了這段片段 他直呼說 現在回頭看這一段 侯友宜市長根本是先知 那王爾也表示假的詐騙集團 民進黨還有人說騙到手了就不演了 政治信用徹底破產 針對了國會改革修法 總統賴清德最近提出釋憲 還要求要先通過暫時處分 國民黨立委羅志強直批了賴清德 岂不是對大法官施壓下指導旗嗎 憲大法官於不義 他就舉2005年戶籍法釋憲的時候 大法官廖一南他在協同意見書當中就指出了 大法官亦不應透過釋憲來預先指導立委如何制定或修正法律 大法官也不應成為立委之憲法諮詢機關 他就指批綠營拿釋憲當對抗在野黨的致命武器 這個才叫做侵害立法權 所以到時候憲法法庭也要召開的是言辭辯論庭 那總統府方面已經找律師要參與釋憲案的說明 黃耀明就示警了在野黨千萬不要派翁曉玲也不要派吳宗憲來聽他的分析 賴清德有一個很重要就是他為什麼要找一個律師 到時候是個律師去幫他辯論 腐派出來的這個代表是那個律師嘛 那我必須在那邊奉勸國民黨在野黨的這些朋友 不要派翁曉玲不要派吳宗憲都不要 你們找一個憲法學者憲法專家去 好好的辯論 像那個吳宗憲委員最近他有一些這個媒體的談論 當然後來我有問他 他都還沒辯論他說我認為會被部分違憲 頂多部分違憲 不是你還沒站就已經先承認會輸 包括翁曉玲說如果這個被宣告違憲我們再來修法 這個這個說法在政治上是不對的 你已經先認輸說對我們會違憲 這個這個在政治攻防上面是自己先找了一個敗 就是已經說我們會輸了 所以先找好這個所謂的能夠幫你們去論述 有很多東西他不是一定違憲他有討論空間 比如說比如說你要知道政副院長的記名投票可能違憲你知道嗎 很多人說奇怪這個也會違憲 對啊這個有什麼好違憲 因為我們的憲法第195192條吧應該沒有沒有記錯的話 就他有一條規定說本憲法所規定之選舉以平等秘密所普通 他要用吳紀明行之裡面就強調吳紀明 而立法院長的選舉裡面剛好在憲法政務上說 立法院設政府議員由立法委員互選之 那是憲法裡面有規定的選舉 所以這個都有可能變成一個討論空間 可是如果今天要去辯護他也許要強調 這是屬於國會自治的權利 所以當國會做出的決議應該要尊重 他不是屬於那種所謂的一般的選舉 而是屬於國會應該要有一個授權的概念 就是這個可以去論述嘛 所以我說找憲法學者找法律的專家 去做論述很重要 在野黨長不要輕忽了這次憲法戰爭 這個憲法戰爭某種程度上如果你一敗 接下來你要再去修法的話難度極高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俊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義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俊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給予個肥瀏並肥瀏 換衣病 融病 進去